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启动的过程 点一下启动,还原一下虚拟机 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先让它启动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些内容 上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Linux的一些长运命令 包括查看还有路径等等 这是一个启动的过程 这地方我是做了一个还原 实际上在这地方应该是点击开启次虚拟机 然后就慢慢启动以后要输入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之前也说过了是root 密码是Hadoop 就会进来 进来以后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上节课内容 我们用这个Xshell连接一下这个Linux 我的虚拟机 我们昨天连接过了 连接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是记住了账号密码 这地方它这个IP有些变化没有连接上 大家也不要着急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重新连接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 我的虚拟机 遇到问题呢 大家知道如何解决就可以了 那刚才那连接不上是因为IP地址 它已经变了 因为我们上次连接呢 是一个192.168.42.140 那我们这里连接一下192.168.42.141 正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连接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好 这条件点个连接 然后这里选择接受并保存 然后账号是root 这里我们记住用户名确定 稍等片刻将会让你输入密码 好 输入密码hadoop 我们也记住密码 好 这个时候我们调一下这个字体属性 里面的尊端 先一下调一下编码 这方是utr-8 再调一下外观 外观里面有个字体 选择24号看一下 嗯24号已经蛮大 那我们就用24号吧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上节课的一些命令 我们先看一下当前目录下有哪些文件 ls一下有这些 我们想看详情ll一下 这就可以看到详细 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文件啊 它有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ll-lh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单位 还有我们想进到一个目录中选择 比如说cd到pyq里面 这地方呢它还不是一个目录 我们进到cdV一下 然后按住table键 不全进到这个目录下 ls一下就会看到 结果它是空目录 好 那我们再cd一下到上级 上级目录ls 再cd一下进到马开东里面 那马开东之前呢 我们也是一个文件 那现在我们自己创建一个文件吧 make dir 马开东 -com 下面 这位其间我们一次性生成 所以目录 -p 马开东 file下面的imagine4 好 我们ls一下 就看到了马开东 -com cd 马开东 然后table键 按住 补权 然后下滑线 com 回车 进入以后 ils一下 就会看到刚才我们生成的一个文件 那我们再进到file里面去 我们再试一下 删除 rm一下 我们什么也不加 然后imagine 这地方呢 因为它是一个目录 目录 你不能去删除 好 我们进到imagine下面 我创建一个文件 touch file1.tft ls一下 这个文件就创建好 我们现在删除这个文件 rm 这地方我们什么也不加 rm file 回车 是否删除 yes rs一下 确实删除 我们返回的上一目录 rs一下 再删除这个文件夹 rm rm rf imagine 回车 然后就删除了 我们再创建一个文件 touch rm rm acadun txt ls一下 发现这个文件存在 我们复制一下 rm acadun 复制一个 rm acadun txt t.back RX一下 复制成功 好 这时候我们想进行一个过滤 我们想查看一下 哪些为后续为.back内容 LL一下 新.back 我们就发现它只过滤出来了 这个.back的内容 这是一个小技巧 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内容 没有回顾呢 还有这个mallcat等等 我们先输入一个 这个内容 比如说My name is 马开东 到这个 马开东.txt里面 多生成几次 然后我们用mall看一下 马开东.txt 总体来说 还有很多命令 我现在就不再讲解了 大体上我们都基本上演示了一遍 那今天我们讲解内容是 VI编辑器 其实上节课啊 我们已经将这个VI编辑器进行一个简单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学习VI编辑器 好 我们看一下VI编辑器 在讲解VI编辑器之前呢 我们先 我先将这个大数据 Hadoop这个软件包进行一个说明 就是这地方呢 有很多学生他没有找到这个 路径 那我念一下 因为有些人可能在用手机看 对吧 那他的下载地址是 http 冒号 双斜杠 然后是盘点百度点 com 斜杠 S斜杠 1 小写B 小写N 小写S 小写J 大写D 然后是小写D 1 这个呢 访问以后呢 就会看到那个 本课程所有的软件包 以及我前面收入的Linux的一个免安装 以及那个虚拟机 还有后面运到的XShell 还有很多这个 以后会运到的一些工具 那我通通呢 会上升到网盘上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下载 那昨天呢 还有一个忘掉了一个MV这个命令 那今天我补一下 MV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重命名 好 我们现在将这个马开东MV一下 将这个马开东.tft呢 变成一个马开东.blog.tft 变成马开东博客 好 回车 我LS一下 现在呢 刚才呢 我们已经将这个马开东.tft呢 变成了这个 这个名字 所以它就修改过来了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它的内容 我们一看它看一下 马开东.blog.tft 内容和刚才呢 看都是一样的 好 紧接着我们继续讲解 那个VI编辑器 首先 Linux中打开一个文件 使用的命令是VI 我们试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VI 好 我们把刚才那个名字改回来 马开东.blog.tft改成马开东.tft Linux一下 我们用VI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东.tft回车 这就是刚才我们输入的一些内容 那为了方便期间呢 我复制一些内容到这个里面 先讲解一下VI的基本操作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 我们首先打开VI的有好几种方式 刚才呢 我用VI 然后文件名打开了VI编辑器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指定一些参数 比如说打开以后呢 它在光标在DN行首行 我们举个例子 那这有四行内容 我们清晰可见 在方便期间呢 我们先在这上边呢 在这个序号标上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好 那我们先现在去打开 打开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去用VI加N这种方式打开 将三把 就说去打开这个文件中 第三行的位置 就是光标呢 它会显示到第三行 我们回车一下 看到没有 光标在这里 它在第三行显示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写Share的时候呢 这个Share报错 那我们修改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定位到这一行去修改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使用 这是一个简单的使用 那这地方呢 就赶紧的讲解一下下面的一个问题 讲解完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我觉得才能讲解上面这几个 因为刚才我做了一个保存操作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那是怎么做到的 那首先我们现在这地方我想插入一些数据怎么办呢 在VI中我们想插入一个数据呢 是我们再操作一遍 打开VI 这里我们先不加这些 那个感染符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VI 然后文件名回车 然后看到这些数据 这时候我想在最后一行添加一个数据 这时候按住键盘上的I键 就是I那个键 它就会变成这种insert insert的意思就是插入 好 这个时候我们插入一个一句话 就是I is 马开东 我是马开东对吧 这时候我们也标注了第五行 这个写完以后呢 我们是想把它保存下来 怎么保存呢 按住左上角键盘左上角有个ESC退出键 按一下 认真听 按一下左上角ESC键 然后按住shift键 然后再按住冒号键 冒号键在L的那个字母的右边 记住是shift加冒号键 这地方就会显示一个冒号 这个时候输入WQ 然后回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将刚才修改内容保存下来 好 重新打开看一下 是否保存成功 看到刚才我们写的5 I is 马开东 已经保存下来了 那刚才我们按的 再重复一遍 保存并退出 是 写完以后 按住退出键 ESC 然后按住shift键 并且按住冒号 然后点WQ 点回车 就保存退出了 好 我们重新打开看一下 为什么老师反复两遍说这个事情呢 因为很多同学啊 他并不在意这个 他总是保存不成功 说老师你讲错了 好熟练一点呢 我们就继续则操作一下 我们可以写很多文字了 比如说 骑虎 360 是 good 好的 好 我们进行保存 退出键 冒 shift在冒号 然后WQ 保存并退出 WQ意思就是保存并退出 好 这个时候呢 老师写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呢 比如说 我写错了 说我写了个 马 开东 例子 XXXXX 可能是马人的话 然后我不想保存 我想退出 怎么办呢 还是按住ESC键 然后按住shift加冒号 然后按一个Q 然后回车 这会发现啊 他说 不能写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退出不出去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 继续按住ESC 然后按住shift加冒号 然后点一下Q键 然后一个感态号 然后回车 这样呢 就退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刚才我们没有保存的内容 到底保存没有 继续打开 我们发现 刚才我写那句 马开东 AXXXXX 它并没有保存 好 我们继续看 VI的其他命令 刚才写 WQ呢 是保存并退出 当前轮件 那还有一个 X也是保存并退出 我们试一下 我们写一个 人们开始 马开通 AZ 也写的good 吧 我也是挺好的 嗯 这地方应该用 VHAL 是吧 addVHAL 嗯 然后保存退出 那就是按住ESC 然后按住设计的再冒号 然后点 iX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 设计保存成功 这里是保存成功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刚才说到Q 然后感叹号是不保存 并且退出 那这地方呢 是一个强 强调的是一个强制的退出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再去说刚才的那个命令 刚才我们有个命令 是VI 加 刚才说到VI加N 是打开 呃指定首行的那个光标 汇集当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多半是用在这个 shel 报错的时候 我们去定位某一行去修改 那还有一种就是 VI加 它是说光标呢 到最后一行一个追加功能 我们演示一下 VI加马开通 回车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光标呢 是显示在这地方 是最后一行 一般情况 我们就是在这地方 因为文件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说很多时候 我们这地方呢 可以在最后面进行一个追加 写一些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追加的时候经常用到一个符号 好 这地方呢 还可以进行一个匹配 就是说匹配这一个呃字符 并且光标汇集到这个匹配字符的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先输入一段内容 好 我们在最后面输入一段内容 我们输入一个网址 www.macadon.com 保存推出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打开一个vi加 然后是斜杠 然后是.com 然后是macadonTable键 这个时候呢 它直接定位到了这个.com这个位置 那这时候可能不太明显 我们再写几个 好 我们保存并推出 我们现在去访问看 黄标呢 是定位到这地方 而不是刚才显示那种最后也好 好 这个演示完呢